奶奶,怀里的小东西细声细气地冲我叫,我不满得皱眉道,叫姐姐,小东西,娘亲,我想骂人,可又觉得怀里这个杂儿还不太算是个人,得了,娘亲就娘亲吧,总比奶奶好。 我策马进了寨门,没走两步,怀里就又是一声,奶奶,嘿,敬酒不吃吃法酒。 我火气上来了,把她高高举起,威胁道,你想好了再开口,到底是娘亲还是奶奶? 小东西一别嘴,哭唧唧地道,娘亲,奶奶,我,这孩子脑子好像有点问题,我忍不住摸了摸她的脑门,这时,我爹的声音从寨墙上面传来,她的意思大概是,我爹捏住嗓子,应诱出一个细声细气的小嗓门。 娘亲,我要吃奶奶,我,我爹从寨墙上跳下来,凑过来逗娃,作作作,我顺势把小东西往她怀里一塞,你拿去喂奶,她猝不及防,被迫接住,想塞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双手都背到了后面。 我爹急了,听什么我喂?她可是,你捡回来的,而且,一声嘹亮的啼哭,打断了她的话。 小东西朝我伸出两条小胖胳膊,娘亲,抱抱。 我爹乐了,听见没?她可是认你当娘了。 说着,她的目光在小东西的脸上一凝,随即乐得更欢。 嘿,别说,这娃还真有点像你。 我翻了个白眼,我失意前身过娃。 啊,没,没有啊,那不就得了,我插腰,我告诉你,这个咋可是。 话音未落,远处突然传来异常的马蹄声,随即有人仓皇来报。 不好了,大小街,大当家,摄政王楚亭兰,带着一大群兵,打上山来了。 我爹瞬间脸色刷白,什么?那个活阎王怎么来了? 快快快,传令权债。 慌什么,我嫌弃地看着她,你先去喂奶。 然后我吩咐道,放她上来即可。 不行,我爹大叫,你疯了呀,闺女。 那可是楚亭兰,务必拦住。 我坚持,不拦,拦住,不拦,拦。 来报信的少年哭丧着脸,拦拦拦,拦不住啊。 我满意地点头,那就好,看来楚亭兰还是很在意她这个儿子的。 等等,我爹的眼珠子像是要掉下来,你说谁是谁儿子? 我给小东西找了个奶娘,抱着她随我上债墙去见楚亭兰。 路上我爹叙叨叨,住庙峰,咱们住家寨可是从来不掳人的, 更何况是个小娃子,更何况是楚亭兰的娃。 你赶紧给我,我淡定道,我卤的就是楚亭兰的娃。 你你你,我爹呲牙咧嘴,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爹辛辛苦苦正下的这一亩三分地儿, 早些年可是差点让这个人给荡庭了。 我吃到,怂。 虽然我失忆过,但早年的事情, 我爹已经给我唠叨过无数遍了。 他刚建起这个寨子的时候, 楚亭兰就率兵打上来过。 我爹输得老惨,但不知为何, 楚亭兰并没有真的踏平山寨, 只是扣下了我们的镇寨之宝作为要挟。 这个宝是什么,我不知道。 但我爹在意得很,经常长须短叹地思念他。 我发誓要替我的耸爹把东西讨回来。 住家寨的确从不掳人, 但我认为楚亭兰的人可以除外, 谁让他先抢我们的东西。 寨墙上,我远远望见楚亭兰策马而来。 腰玄长剑,衣媚当风,薄唇紧敏, 神情叮冷地好像随时打算把人戳个窟窿。 随从中有不少弓箭手, 但我跳上墙头, 大喇喇地坐下, 一腿垂落, 一腿翘在墙头上。 楚亭兰勒马, 抬头,阴沉沉的目光向我投了过来。 我迎着他的逼势,眉头微挑。 他刹那间瞪大了眼, 楚亭兰的眼睛里闪烁起我独不懂的光。 我转身把小东西从奶娘手里接过来, 小东西抱着我的脖子咯咯笑, 只留给他跌一个肥屁股。 我担心他一闹腾, 再从墙头上摔下去, 就随手从旁边人身上抽了条腰带, 把他系在了我的腰上。 收拾妥当后, 我重新望向下方。 弓箭手们不知何时已经放下了剑。 楚亭兰抱着剑, 悠悠地坐在马上, 举头望着我。 唇角勾着一丝笑意。 行啊, 够镇定。 不愧是那个二十岁摄政, 把小他两岁的唐侄子皇帝 管教得服服贴贴的楚亭兰。 我正要开口与他交涉, 我的耸爹突然跳上了墙头。 他冲着下面大喊, 王爷呀, 你儿子是我闺女卢走的, 可不是我呀。 我一定劝他放人, 咱俩之间的约定你可千万不要违背。 我强忍着, 没一脚把他踹下去。 不过楚亭兰听了这话, 原本和善的表情反而变得有点吓人, 他扬声道, 祝老头, 你就这么急着出卖你女儿, 他不是你亲女儿吧? 楚亭兰, 你少挑拨我和我爹的关系, 我挑没道, 麻溜地把我们的赈债之宝还回来, 我就放了你儿子。 否则, 我话还没说完, 呼听巴唧一声, 脸庞湿搭搭的, 软乎乎的触感停留在脸上, 还一路爬上天灵盖, 奶香四溢, 等等, 我这是, 被强吻了。 在那片刻的不知所措中,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 怀里这个罪魁祸首的后脑勺, 并低头去看楚亭兰的反应。 他抿着唇, 清了下嗓子, 道, 否则怎样? 我看住小姐挺喜欢小宝的, 应该不会伤害他。 我也不跟他嘴硬, 只笑道, 自然不会, 但他将来, 就是我住家寨的少当家了。 楚亭兰点头, 拍手道, 很好, 很好。 嘿, 急了, 急了吧, 我暗喜, 不料楚亭兰继续道, 那, 小宝, 就拜托给小姐了。 嗯, 不是, 那个, 没等我错好词, 他就拨转马头, 千军万马, 转瞬就随他一起撤了个干干净净。 晚饭后, 我和我爹坐在一起, 惆怅得大眼瞪小眼。 现在可好, 想要回来的东西没要回来, 想还回去的东西倒还不回去了。 除小宝吃了奶, 开开心心地骑在我爹头上, 鸡鲤鲤鲤鲤鲤鲤的说着一些听不懂的话, 夜黑曲曲的, 我爹的叹息声默然响起, 闺女, 想想办法呀, 那你给我老实交代, 我道, 你和楚亭兰之间有过什么约定? 我爹抱住脑袋, 这是人家的小秘密吗? 不能告诉你。 行, 那你就别说, 我道, 反正, 他连儿子都不要了, 还能遵守和你的什么破约定。 我爹, 他不可能真的不要儿子了。 我吃笑, 他这种人还缺儿子, 尤其是这种嗜切生的儿子。 他, 我爹对我的话还没说出, 门突然被推开。 来人道, 大小街, 大当家, 楚亭兰又来了。 我爹疼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怎么办怎么办? 这不是好事吗? 召集兄弟们, 我站起身, 这次他带了多少人? 没带人, 我一正, 啊, 半盏茶的时间后, 我提着长枪, 在寨墙上, 看到了独自一人赤手空拳的楚亭兰。 在月光和火光的交映下, 他拱手而立, 看起来, 乖乖的。 这三个字, 跟楚亭兰三个字放在一起, 实在是, 乖乖的。 我喊道, 唯, 尊驾深夜光临, 所为何事? 楚亭兰应声抬头, 看到我, 立刻笑得眉眼弯弯。 在下特来拜访寨主, 小姐, 顺便给未来的少当家。 嗯, 送点尿布。 我, 山上山下探了一圈, 确定楚亭兰没带一兵一卒。 里里外外搜了个遍, 确定楚亭兰身上连个尖锐的簪子都没有。 我便让人带他进寨子。 两个小兄弟压着他走在前面, 我跟在后面。 我爹走在我身后, 一个劲拽我的袖子。 我一个肘击甩开他, 让兄弟们把他架去睡觉。 楚亭兰被带到堂屋里坐下, 我眼神示意旁人退出, 关好门。 我坐在上手, 故意久久地不发出任何声音, 看他, 四周安静地落针可闻。 他双手反绑, 脸上还照着黑布。 四季, 黑暗, 充满未知的环境, 肢体还遭到约束, 随便换个人都定会仓皇难耐。 可楚亭兰却坦然从容地坐在那里, 这个人了不得。 我正琢磨着, 忽见他微微转头, 正朝向我所在的方向。 黑布下传来他略显沉闷的笑声。 祝小姐, 打算考验在下到什么时候? 我皱眉。 刚才我已经有意控制了脚步和呼吸, 他怎么还知道我在这里? 我怕他在试探我。 就还是不出声。 少请,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笑道, 祝小姐不知道自己身上天生就有山茶花的香气吗? 啊? 是吗? 我悄悄抬起胳膊, 闻了闻自己, 什么味儿也没有啊。 自己闻不到很正常, 他笑道, 我眯起眼睛, 怎么我的一举一动, 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 那块黑布有问题吧? 我有点懊恼, 站起身, 大张旗鼓地走到门边, 打开门, 坐式往外走。 祝小姐! 楚婷兰岚立刻叫住我, 七, 你不是不害怕吗? 我站住脚步, 回过头, 想从他的动作中捕捉到一丝慌张, 可他还是一派从容一态, 略带笑意地道, 夜里好好休息, 不必专程爬起来偷看我的表现。 嗯, 这人会读新术的吧? 顿了顿, 他的声音又轻柔了些许, 只要知道你在哪里, 我就不会害怕, 这个人不对劲, 他好像不是来找儿子的, 而是来聊我的。 我抬手先去黑布, 楚婷兰适应了一下烛光, 便仰头冲我微笑, 一双眼睛像两汪明澈的秋水。 嗯, 好看是真的好看。 我上手捏住他的脸端下, 他顺从地让夏合稳稳搁在我的手上。 笑容欲深, 我也笑了, 楚婷兰, 你可知道, 对我这么个杀肥时美人计, 会是什么后果。 他像猫似的轻轻蹭了蹭我的手心, 闭上眼睛。 无论是什么, 我都甘之如頤。 嗯, 他怎么还真一脸享受的样子? 这人还是白天里那个冷着脸, 打上我山寨的楚婷兰吗? 该不会来了个冒牌货吧? 我皱着眉, 扯了扯他的脸皮, 扯不掉, 是真皮。 楚婷兰忍俊不禁, 如假包换。 我被他这副稳操胜算的样子惹恼了, 用唬人的语气道, 让你干什么, 你都乐意。 他闭唇恩了一声, 于是我揪住他的衣领, 一路把他扯到我的卧房。 啪, 卧房门上了锁。 我脱去外套, 换上轻薄的寝衣, 上床躺平。 围漫垂落, 蜡烛的幽光透过青纱微微摇曳。 楚婷兰, 我冷声道。 再, 小姐有何吩咐? 门外传来她的回应, 好好守着, 我道, 夜里哪怕是一只虫子吵醒了我, 我都饶不了你。 他含笑道, 小姐放心。 透过门缝, 我看到楚婷兰 以着房门坐下了。 我眯着眼睛盯了半晌, 轻手轻脚地披衣起身, 从后门出去。 我绕到远处高楼的房顶上, 远远望向我的卧房。 楚婷兰, 今夜我就在这里盯着你。 我倒要看看, 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天光大亮时, 我睁开眼, 拂过身上的尘封, 让我迅速清醒了过来。 完蛋, 我昨晚竟然在房顶上睡着了。 一觉睡到大天亮, 还翻了个身。 楚婷兰呢? 我赶紧坐起来, 转身望向我卧房的方向。 一回头, 一张笑脸, 冷不丁地映入眼帘。 我差点惊叫出声, 蹭蹭后退, 一块瓦片被我蹬掉, 沿着屋顶向下滑。 楚婷兰笑吟吟地伸手接住。 你坐这儿干什么? 我惊魂未定地道。 她举起瓦片, 笑道, 担心小姐睡梦中像她一样滑下去。 确实, 她坐在我的下方, 如果我滚落下去, 就会被她挡住。 但她真的只是这样想的吗? 我狐疑地打量着她。 她笑而不语, 站起身, 道, 小姐去洗漱吧, 今天早晒, 尝尝我的手艺。 我的视线随着她的身影移动到地面, 才发现我爹就站在那里。 楚婷兰过去时, 冲她点了点头, 她狗腿地回了个大大的铲笑。 我怒而暴毙。 楚婷兰才是你亲生的吧? 我道, 眼看着她坐在我旁边。 你就不怕她宰了我。 我爹跳上屋顶, 没好气地道, 谁让你自己睡到这里来? 我发现的时候, 她已经坐在你旁边了, 要是她想宰你, 你早没了。 也有道理。 我无从反驳, 但心里还憋着气, 就没理她, 溜去厨房外面偷看楚婷兰。 摄政王殿下她, 真的在做饭。 虽然动作不太熟练, 但看得出来, 并不是第一次下厨。 我不错眼地盯着看。 我爹跟了过来, 巧声道, 看什么, 怕她下毒。 没必要了, 她要是想杀你, 刚才就动手了。 我一言不发, 把她推走。 往饭里放东西, 未必是要杀人。 楚婷兰的所作所为, 实在怪异, 我必须小心应对。 我正这样想着, 就见楚婷兰鬼鬼祟祟地望了望四周, 然后把手伸进怀中, 取出一个小纸包来。 我簇眉紧盯, 她展开纸包, 将里面的白色粉末, 尽数倒进了周锅。 我, 我爹, 抱着楚小宝的奶娘, 一起坐在桌边等早饭。 楚婷兰亲手端着一个大大的托盘走了进来。 爹爹, 楚小宝高高兴兴地喊她。 进寨后, 第一次见到儿子的楚婷兰, 却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欣喜。 她只是笑着道, 小宝, 跟娘亲问安了吗? 楚小宝于是转向我。 娘亲, 我抽了抽嘴角。 楚婷兰, 乖, 乖你个头。 楚婷兰从每个碗里都咬出一勺粥来搅在一起, 笑道, 为免大家吃着不放心, 我先尝为敬。 我冷眼盯着她将那一小碗百家粥喝下去半碗。 喝, 提前吃了解药吧。 这套路老娘熟得很, 我出言打断, 等等。 楚婷兰放下碗, 目录问寻之意。 我从她手中拿过那半碗粥, 递给楚小宝的临时奶娘道, 喂她吃碗。 然后我转回头, 挑衅地看向楚婷兰。 而她竟只是微微一正, 随即露出无奈的笑, 全无阻止之意。 奶娘已经摇起一勺粥吹凉, 眼看就要喂尽楚小宝嘴里。 助手, 我道, 楚婷兰冷血无情, 我却做不到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幼小的生命遭受残害。 一个对亲儿子都能下手的人, 还算人吗? 我怒火中烧, 喝道, 拿我枪来。 可怜的娃, 老娘还真就留她在我住家寨当未来的少当家了。 她这个没人性的爹, 我现在就替她一枪解决掉。 长枪入手, 直指楚婷兰。 我爹先急了, 一把抓住我的袖子, 不行, 闺女, 不行。 我冷声道, 死人更不会透露你的小秘密。 楚婷兰还是梅荒, 只略微露出迷茫之色, 问道, 小姐有何不满? 大可提出, 让你当个清醒的死鬼倒也无妨。 我正要开口, 外面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大小姐, 大当家, 不好了。 承王妃带人打上山来了。 承王妃, 楚婷兰的母亲, 为所思。 传闻承王在世时, 他曾多年随丈夫征战, 虽为女子, 却亲自领兵, 既通晓谋略, 又能纵马杀敌, 还被遇刺了金国将军的称号, 不好对付。 看来, 楚婷兰还不能随便杀。 我沉吟着没说话的时候, 我爹又急了。 你你你说说说, 谁谁谁谁谁来了? 我恼火地瞥了一眼耸爹。 耍花招。 我笑咪咪地回答道, 不, 行。 他睫毛微垂, 不知道想了些什么, 倒也没再继续坚持。 我亲手压着楚婷兰往寨墙上走。 还有三四级台阶的时候, 一直跟在后面的我爹突然嚷嚷, 肚子疼, 要上茅房。 我狐疑地看着他近乎逃窜的背影消失在拐角。 从寨墙上往下望去, 只见一个形容威严的中年女人身披铠甲, 高举马上。 见到楚婷兰后, 他眉头一皱, 转头鹤道, 大胆煽匪, 还我儿子。 中气十足, 几乎快要震塌我的债墙。 我当然不惧他, 正要吼回去, 却见他的目光在我脸上一凝, 陡然变了脸色。 妙峰, 他的声音又拔高了一倍, 你, 你, 嗯, 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而且为什么? 还叫得这么亲切? 我还没想明白, 楚婷兰开口了, 他并不像他母亲那样, 声色俱利, 话音并不大, 力度却莫名更胜一筹。 母亲, 回去吧。 陈王妃的怒气, 差点惊了他自己的马, 他举剑指向我, 怒道, 你给我听好了, 快放我儿子下来, 否则我今日必会。 楚婷兰, 楚婷兰稍稍拔高了音量, 母亲, 回去吧。 我最喜欢看别人无能狂怒的样子, 便笑道, 别急, 我马上就放令狼下去。 说吧我抓起楚婷兰的一只手, 问, 请问您是想让胳膊先下去, 还是腿先下去? 喊话时, 我隐约听见楚婷兰笑了笑, 陈王妃气得掌红了脸, 吼道, 贱婢, 你胆敢伤他。 母亲, 楚婷兰骤然立合, 打断了他, 这一声吼离我太近, 震得我一时神游天外, 神思还没归位, 我突然觉得手心一滑, 猝不及防地, 长枪竟脱手, 被人夺了过去。 楚婷兰将长枪戳在地上, 发出坑的一声, 他望着寨墙下, 冷声道, 母亲看到了吧, 这里没有人不让我离开, 您可以安心回去了。 看到儿子轻而易举夺了我的兵器, 掌控了自身的安危, 陈王妃却更加恼火了, 臭小子, 你赶紧给我。 没等他说完, 楚婷兰威威偏头, 对陈王妃身旁的副将淡淡道, 护送老夫人回府, 请客间, 千军万马又撤了个干干净净。 我有点意外, 威名赫赫的陈王妃, 她手里的兵, 实际上竟然操控在楚婷兰手中。 从她被护送走时那震惊的表情来看, 她自己好像也是刚刚认清这一残酷事实的。 可是, 楚婷兰不惜在母亲面前暴露此事, 也要留在这里, 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陈吟见。 我听到楚婷兰叫我, 我回过神来, 转头, 方才冷立得像刀剑一般的人, 现在又是笑意盈盈的了。 她双手捧着长枪递给我, 道, 权宜之际, 还望小姐海涵, 家母怒及失礼, 在下代母告罪。 我接过枪, 深吸了一口气, 问, 楚婷兰, 你来我住家寨, 到底想干什么? 她从容笑道, 在下轻木小姐, 心甘情愿侍奉左右, 笑全马之劳。 我点头, 好, 那你解释一下, 刚才你在粥里放的白色粉末, 是什么? 被我点破, 她也并不慌乱, 只是愣了愣。 伴上, 她自嘲般笑了笑, 道, 不是坏东西, 但也未必是好东西。 抱歉, 小姐捣了它吧, 我再去熬一锅干净的。 楚婷兰一身谜团, 我爹也不遑多让。 我和楚婷兰走下寨墙时, 我爹鬼鬼祟祟地冒了出来, 她小心翼翼地问道, 走了。 我哼了一声, 表示确认。 她像好几个时辰没呼吸过似的喘了口大气, 随后对楚婷兰道, 你这样对你母亲有点过分了呀, 她得多难过呀。 楚婷兰倒真的沉默了一瞬, 然后道, 我听不得她那么骂妙峰。 我爹摆手道, 嗨, 叫朕吗? 骂一两句有什么的。 妙峰也不会在乎的, 是吧闺女? 我抬头望天, 懒得理她。 我在乎, 楚婷兰面无表情地说道。 说完, 她竟独自走开了。 我爹望着她的背影, 许久, 转头对我笑道, 闺女, 你到底是怎么把她迷成这样的? 你先回答我, 我伸长胳膊揽住我爹的脖子, 你那么害怕见成王妃, 究竟是为什么? 她咧了咧嘴, 道, 你爹这个老官夫 对女人一向敬而远之, 你不是知道吗? 说完她溜了, 哼, 跟卖人共享秘密, 瞒着你闺女, 我还偏要搞清楚不可。 两个人都要盯,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就派了个靠谱的小兄弟 去盯着我爹。 我自己跑去厨房外 看楚婷兰做饭。 虽然从她刚才的反应看, 她似乎是放弃下药了, 可我还是担心有诈。 不过, 这一天三顿饭下来, 倒是并无异样, 味道呢, 也还不错。 入夜, 我早早回房躺下, 依然让楚婷兰守夜, 但我没有睡, 因为我猜 我爹应该有话 要对楚婷兰说。 果然, 到了子时, 我爹来了。 他把楚婷兰扶起来, 自己顺着门缝 看了看我的动静, 然后两个人一起走开了。 我从后门跟出去, 一直来到兄弟们平日里操练的空地上, 月光映着我爹眉心上的细纹, 他先是小心地望了望四周, 然后把目光集中在楚婷兰的脸上。 我还从来没见过 这个总眉正经的老头 露出如此严肃的表情。 他微微叹了口气, 问楚婷兰, 你知道妙峰的真实身份, 对不对? 他在树枝上的我, 脑袋里嗡的一声。 大约两年前, 我在自己如今的卧房床上醒来, 脑海里一片空白, 看着床边那个慈眉善目的老头, 我莫名觉得亲切, 就问他, 你是我爹吗? 他愣了一下, 然后道, 是啊, 闺女, 你失忆了。 我迷茫地点了点头, 他又问我, 你还记得些什么? 我捂着脑袋仔细回忆了好久, 也只想起自己的名字叫妙峰。 他很高兴地笑了, 道, 对, 对, 你叫朱妙峰, 是我的女儿, 住家寨的大小间。 他告诉我, 我发了一场高烧, 昏迷多日, 记忆因此而受损。 对于他的说辞, 我从来没有过任何怀疑, 因为我在住家寨空白地醒来, 除了那个孤零零的名字外, 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爹新给我的。 就像新生儿不会无缘无故地怀疑自己的父母非亲生一样, 我也不曾怀疑过他。 直到今天, 月光下, 楚婷兰对他默然点头, 我爹如是重负般叹了口气, 道, 那可太好了。 这姑娘实在可怜, 两年前, 带着一身伤, 吊着半口气, 倒在我这山坡上, 好不容易活过来了, 还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他最后几个字还没说完, 楚婷兰突然一仙一摆, 直朝他跪了下去。 多谢祝伯父仗义援手, 救命之恩无以为报, 请受庭兰一拜。 我爹慌忙去福, 这可使不得呀王爷。 我们江湖人嘛, 没有见死不救的道理。 小事一桩哈, 小事一桩。 不过, 你要是真想谢我, 能不能把金簪还给我? 一边膝盖已经离地的楚庭兰, 闻言又跪了回去。 不能。 应应应。 我爹一脸绝望地把他拉起来, 问道, 那妙峰究竟是谁? 楚婷兰沉默了一瞬, 道, 现在他是您这住家寨的大小姐。 我爹稍微正了下, 随即了然点头, 我明白了。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提。 多谢。 对话戛然而止, 两人的身影渐渐走远。 我恼怒地拽下枝头的果子扔到地上, 砸了个细巴烂。 臭老头, 你究竟明白什么了呀? 多追问两句不行吗? 本人还没明白呢。 回到床上, 我开始梳理当前所了解到的情况。 我的本名就叫妙峰, 姓氏不详, 从楚婷兰她娘对我的称呼看, 我很可能就没姓。 楚婷兰表现得非常在意我, 但她并不想马上把我接走。 如果我对她而言真的很重要的话, 她应该对我直言相告, 然后带我回到往日的生活环境中去, 尝试唤醒我的记忆。 而不是让我留在这里, 她自己也赖着不走, 还偷偷摸摸地给我下药, 所以也不是没有另一种可能。 我之所以奄奄一息地跑到住家寨来, 就是遭到了楚婷兰的追杀。 如今, 她在我和我爹面前演戏, 试图达成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爹那人头脑简单, 又似乎和陈王妃 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 她会轻信楚婷兰的说辞, 我真是毫不意外, 但我一定不能放松警惕。 第二日一早, 我就换来几个机灵的弟兄, 下山偷偷调查楚婷兰身边 有没有过于我同名的人, 以及楚小宝的亲娘究竟是谁。 清晨阳光和煦, 我洗漱后漫步走出房门, 看到奶娘正带着楚小宝 在草地上玩, 一见到我, 楚小宝立刻兴奋地扑了过来, 两只泥沼紧紧揪住了我的下肠。 我干脆弯腰, 就用下肠给她擦干净手, 然后把她抱起来, 让奶娘离开。 不得不承认, 这个小东西眉眼间的确有点像我, 难不成, 它真的是我的杂儿, 那我和楚婷兰之间, 可是楚婷兰好像对她不怎么亲, 不是很像她亲爹的样子。 那, 难道, 这是我和别人生的杂儿, 被楚婷兰以她儿子的名义扣在了身边? 我下意识地把小东西抱得近了点, 小东西趁机搂住, 我就又是巴唧一口。 我摸着她的后脑勺, 问, 小宝, 你为什么喊我娘亲呢? 她大概还没到能回答这种问题的年龄, 就只笑着又喊了声娘亲。 好吧, 无论如何, 你认了我, 就是咱俩有缘, 我若着她的脸说道, 以后你就跟着娘亲过, 你那个爹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看着也不像个好东西, 咱们不要她了。 说完, 我回赠了她一个亲亲, 走, 咱们去看看姓楚的给咱们做好早饭没。 刚一转身, 一个笔直的高大人影映入眼帘。 得, 说人坏话被撞上了。 楚婷兰丹手托着早饭, 另一只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笑道, 小姐看我哪里长得不像好东西, 要说完全不尴尬是不可能的, 我清了清嗓子, 便举步往屋里走, 准备假装没看见她, 与她擦肩而过时, 呼觉手心一热, 我直接愣在了原地, 发生了什么? 耳畔传来楚婷兰的低笑, 小宝, 你说, 娘亲, 给我换尿布。 自从见面以来, 只说过奶奶、 娘亲, 爹爹抱抱四个词的小崽子, 口齿清晰地说, 娘亲, 给我换尿布, 我枪呢? 后来还是楚婷兰把娃抱走去换尿布了。 我在外面偷看, 发现她的动作极其熟练, 过程中还用流利的英语和娃进行着秘密的沟通, 这让我连带她的身份一起怀疑起来了, 堂堂摄政王殿下该不会总是亲手给娃换尿布吧? 我正思索, 只见床上的小东西眼珠一转, 就稳准狠地盯住了我, 笑呵呵地叫, 娘亲, 楚婷兰文声转头, 看到我时先是一愣, 随即无奈一笑, 我也很无奈, 老娘轻功极好, 又擅长收敛气息, 盯少偷窥从来没有失守过。 谁知今天竟然败给了一个小娃子。 我正发愣, 呼听楚婷兰含笑道, 静女奇书, 似我于强鱼, 爱而不现, 搔手迟除。 我挠了挠耳朵, 飞快地溜走了。 在山寨里多了个不速之客的情况下, 日子竟也正常, 比较正常地过了下去。 楚婷兰几乎一直跟在我身边, 我提出的一切要求, 她都会照做。 甚至我没想到的或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需求, 她也常常会提前替我准备好。 不得不说, 被人伺候的感觉还挺好。 烦人的是我爹, 只要楚婷兰一个眼神或一声咳嗽, 她立马心领神会, 开始帮楚婷兰创造与我独处的机会。 比如这天上午, 原本我和我爹正在指导弟兄们操练。 楚婷兰安顿好小东西后, 刚一过来, 我爹就又开始肚子疼了。 我盯着我爹的背影笑了一声, 道, 楚婷兰。 她笑吟吟地从兵器架上挑了靶剑。 嗯, 你是数八豆的吗? 楚婷兰笑得差点把剑砸在自己脚上。 我和她过了几百招, 最终也没分出胜负, 累到一起在地上躺平。 临近正午, 浓云密布, 天气闷热。 我刚抹了一把汗, 楚婷兰就递了一块帕子过来。 白色的帕子看似朴素, 但我盯着上面的金色绣线看了好久, 还是没舍得用来擦汗。 她再次看透了我的心思。 含笑拿回帕子, 叠了叠, 帮我擦去了额头上的汗珠。 帕子叠得厚, 所以没有在我的头上留下一丁点她皮肤的触感。 真是很规矩的举止, 可我却反而有点烦躁。 楚婷兰, 我问, 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她笑道, 为助小姐而来。 我快速回道, 那小宝的亲娘呢? 她的表情煞时间僵住了, 我紧盯住她不放。 半晌, 她像刚找回神思似的, 匆匆站起, 道, 不早了, 你休息一下, 准备吃午饭吧。 我望着她的背影叹了口气, 爬起来, 照长前去偷看她做饭。 就在这时, 下山调查的兄弟回来了。 他们没有查到小宝的亲娘是谁, 但还真在楚婷兰的身边人中, 发现了一个叫妙峰的女子。 她是楚婷兰的一名近身暗卫, 大约三四年前, 随楚婷兰下了一趟江南, 回来后不久就被楚婷兰调离, 从此不知去向。 暗卫? 嗯, 看我格外擅长的这些功夫, 倒确实像一名暗卫。 先假设这名暗卫就是我, 我就是楚小宝的亲娘。 看楚小宝的年龄, 我应该就是在下江南期间怀上她的, 所谓调离, 应该是去养胎。 可是, 我又为什么会在孩子出生后不久, 垂死逃进深山呢? 被楚婷兰去母留子了, 可她如今又为什么要追过来? 莫不是和住家寨有关? 听完消息, 我怀着这重重心事, 去偷看楚婷兰做饭。 正出神, 竟见楚婷兰又从怀中掏出了一包之前那样的药粉。 好啊, 我就知道, 你最近没有动作, 一定是在等我放下戒备。 看我这次抓你现行, 我捏紧了拳头, 只等她打开粉包, 就冲进去抢。 然而, 楚婷兰兵着手里的粉包, 半赏, 忽然仰手, 把她扔进了火堆之中。 我一惊, 正发愣, 只见她又把手伸进了怀中。 掏出了一大把粉包, 一股脑袋全扔进了火堆之中。 火蛇跃起, 转瞬就将一切吞噬得一干二净。 楚婷兰的真实目的愈发扑朔迷离。 就在我即将沉不住气, 想直接把她抓起来审问的时候, 她突然说要回趟王府。 当然, 不是跟我说的。 趁我睡着, 我爹支开守门的弟兄, 偷偷放她下了山。 我如法炮制了一番, 跟着她一路来到摄政王府。 她一进门, 就有大量不明身份的人 凑上来与她交谈。 我在房檐上偷听了一会儿, 说的都是潮湿。 应该和我即住家寨都没什么关系。 于是我开始在府内四处游逛。 在一四处亭兰卧房的地方, 我冒险点燃了一根蜡烛。 因为这间卧房实在太特别了。 它挂了满满一屋子的花, 烛光轻浮四壁。 我呆呆地看着这满墙的画像, 满墙,都是我, 也或许是一个和我长得很像的女子。 我不懂画, 但印章告诉我, 这些画像都出自一人之手。 楚亭兰, 她的卧房里, 到处都是我。 小宝一见到, 我就喊娘亲, 似乎也就有了解释。 每幅画的提拔都很长, 我走进去看。 每个提拔都以 妙妙爱妻开头, 以一个拦字落款。 门口的那幅似乎是第一幅, 上面写道, 妙妙爱妻, 与你分别之后, 我有千言万语, 无从吐露, 遂写成短诗束手。 本想再次念语你听, 又觉得你应该看不太懂, 只好作罢。 还不确定画上这人是不是我, 但我已经忍不住鲜脆了一口。 另有一幅, 妙妙爱妻, 今日我给小宝换完尿布后, 他总算没再把嗓子哭哑了。 我距离你所描述的好父亲 又近了一小步, 你快些回来夸夸我。 原来是楚小宝的娘亲 让摄政王殿下亲手换尿布的。 这些提拔, 除了追溯两人的甜蜜往事, 寄数楚小宝的成长琐事外, 大都在诉说自己的思念和。 悔恨? 为什么是悔恨? 我一扶一扶地看过去, 试图收集起夹杂在诉说中的故事碎片, 拼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还没实现, 门突然被撞开。 楚婷兰出现在烛光里, 长剑写纸, 剑锋杀气淋漓。 然而, 看清我时, 他眼神一阵, 喃喃道。 妙妙。 方才看得太投入, 忘了烛火燃太久, 容易被发现。 我正懊恼地想着脱身之法, 却被他这个称呼转移了思绪。 我冷眼盯着他, 楚婷兰, 你看清楚, 我是妙妙吗? 他慢慢地环剑入窍。 他的目光在旁侧的画像上, 快速游走了一圈, 又回到我身上。 随即他苦笑了一声, 道。 你可以不是。 什么意思? 没等我们进一步交谈, 忽然有个小兵匆忙跑来, 禀告楚婷兰道。 王爷恕罪, 属下失职, 老夫人半个时辰前, 又带人去打住家债了。 我心里一紧, 连忙往外冲。 楚婷兰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道, 别急, 我陪你回去。 我保证令尊无恙, 你信我。 我挠火地瞪着他, 你凭什么保证? 我凭什么信你? 他把我的手举起来, 放在他井上, 笑道, 把命抵押给你, 行吗? 我和楚婷兰, 一起回到了住家寨。 上山路上, 马蹄印错落, 我心里着急, 就领着楚婷兰离开大陆, 抄近到上山。 翻越最后一座小山坡时, 我隐隐听到了 承王妃的叫骂声。 越近, 那骂声越清晰, 中气十足, 言辞粗鄙。 楚婷兰服额, 家母暴怒时一贯如此, 稍后我替他向令尊赔罪。 我板着脸答道, 没事, 我生气的时候也这样。 楚婷兰眨了眨眼, 很感兴趣地笑着问道, 是吗? 我面无表情地反问, 怎么, 妙妙生气的时候不这样吗? 楚婷兰笑意一僵, 须于, 她摇了摇头, 虽然还在笑着, 神情却明显地有点落寞。 我实在太好奇, 我到底是不是楚婷兰 放在心肩上的暗卫妙峰了。 可我现在还没时间追寻真相。 我们爬到了坡顶, 这里可以从旁侧看到 寨门之前的情景。 承王妃站在寨墙之下, 亲手晚宫如满月。 箭头所指, 寨墙之上正是我爹。 我爹记着蒙面巾, 就露出眼睛和眉毛, 眉头锁得很紧。 承王妃, 老贼, 你再不喊我那小兔崽子出来, 我就一箭射你两个窟窿。 我爹, 王妃息怒, 息怒, 她真的下山去了, 您先消消气, 气大伤身。 这耸爹给我气笑了。 楚庭兰则出言阻止承王妃, 母亲, 放下箭。 冷不妨听到楚庭兰的声音, 承王妃诧异地转头望过来, 手里的力道稍稍放松了少许。 然而, 就在她把目光移到我身上的那一刻, 眼底尚未熄灭的怒火, 骤然又窜高了好几尺。 毫不迟疑地, 她转回头瞄准了我爹, 一箭射出, 我吓得魂飞魄散。 幸好, 我爹的老胳膊老腿还算好用, 他一侧身, 剑贴着她的面门飞了过去。 只是, 挂掉了她的蒙面巾。 我爹愣了愣, 匆忙无脸, 不过好像已经晚了。 承王妃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 啊! 随即她扔掉了弓, 双手交叠放到了身前。 这个动作怎么? 好像有点乖乖的。 就在我为她的这个动作感到迷惑的时候, 我听到她开口道, 瘦哥哥? 声音好像, 加了起来。 清田如同少女。 不是吧? 刚才那个凶神恶煞骂脏字的, 是谁呀? 我爹领着承王妃进了山寨。 一路介绍寨子的来历和现状, 两个人有说有笑, 高高兴兴。 我黑着脸走在他们后面, 用胳膊肘对了对跟在我身旁的楚庭兰, 问, 他俩到底怎么回事啊? 楚庭兰道, 令尊和家母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我震撼, 啊? 他点了点头, 继续道, 令尊爱慕家母, 但家母只把他当哥哥。 家母与家父成婚后不久, 令尊家中生了变故, 他不得不浪迹江湖, 甚至落草。 他担心家母会因此厌弃他, 所以不敢再和家母见面。 说着, 他望着前面两个人的背影, 露出一点奇怪的笑意, 明明是笑, 却又好像带着点悲伤和怨愤。 他一定想不到, 家母不仅毫不介意, 竟还怀着久别重逢的喜悦, 随他一起游山寨, 楚庭兰道, 我这母亲啊, 我以为在他的眼里, 感情的分量, 远远比不过身份, 门第这些东西, 却没想到, 到了他自己身上, 情况竟然会完全不同。 我心有所感, 突然停下脚步。 楚庭兰, 我转头盯住了他的眼睛, 成王非贤妙妙的身份配不上你, 所以瞒着你把他赶了出去, 对不对? 楚庭兰呆呆地望着我, 须于眼底翻涌起滔天的哀痛来, 半赏。 他笑了, 却笑得比哭还难看, 你真聪明, 这么快就猜到了, 这不难猜。 他刚才那些话明显一由所指, 再加上他在提拔中倾诉的 没有保护好爱人的悔恨之意, 我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样的猜测。 于是我问, 所以, 我是妙妙吗? 不等他说话, 我就又补充道, 我不喜欢你可以不是这样的回答, 告诉我是或者不是。 大概是我的声音有点大了, 走在前面的两个人停住了脚步, 回过头。 陈王妃怒道, 见地, 你在命令谁? 我告诉你, 她的第一个字才出口, 楚庭兰就上前一步, 把我拦在了身后, 道, 母亲, 她命令的是我, 我甘愿听从, 无需您替我不平。 方才那个词, 希望您今后永远不要再对她说出口。 陈王妃更气了, 还要再指着我鼻子骂, 被我爹拽住了胳膊。 索斯妹妹, 我爹道, 妙峰现在是我的女儿。 你的女儿? 你的女儿? 陈王妃勉强忍住了骂我的冲动, 拧着眉头思索了半天, 忽然道, 行, 瘦哥哥的女儿, 就是我的侄女。 我爹刚刚面露喜色, 就听她很快地补充道, 但她仍然不可以是摄政王妃。 此话一出, 楚婷兰就转过了身, 面向我, 背对她的母亲。 我以为她会伤心失望, 甚至愤怒, 然而, 她的神情很平静。 你确实是妙妙, 她认真的望着我, 我们换个安静的地方, 我把过去的事情说给你听。 楚婷兰说, 我从前的确是她的暗卫, 名叫妙峰。 就这两个字, 没有姓, 因为不知道爹娘是谁。 前些年楚婷兰下江南时遇刺, 我和她与其余护卫失散, 一起在森林里躲了好些天。 我们就是在那时生了情。 回到京城后不久, 我便有了身孕, 楚婷兰安排我住进了她的一间别院。 她过于频繁地往别院跑, 引起了她的母亲陈王妃的怀疑。 小宝刚出生, 她就带人找了过来。 陈王妃坚决不同意 楚婷兰娶一名身份威贱的暗卫为妻。 见楚婷兰坚持, 她大怒, 说我狐媚祸主, 命人将我乱棍打死。 楚婷兰护着我, 与她周旋两久, 她不得不后退了一步。 她答应我作为平妻留在别院, 但楚婷兰必须立刻迎娶某大家闺秀为正妻。 但楚婷兰还是不肯答应。 陈王妃临走时放下狠话, 说最多给她五天时间考虑。 谁能想到掌控朝局的摄政王? 她自己居然被掌控在母亲的手里。 陈王妃走后, 我和楚婷兰商量了许久。 最后我们的对策是, 楚婷兰不再坚持给我正妻的名分, 并以限制每月来此, 见我的次数作为交换, 拒绝迎娶那位大家闺秀。 陈王妃同意了。 我和楚婷兰都没想到, 这只是她的权宜之计。 几天后, 趁楚婷兰离京, 陈王妃派人带着白玲来到别院, 逼我自尽。 她却不知, 她派来的人是我旧时, 自小一同练武的小姐妹。 这位小姐妹不愿杀我, 也不愿违背主上的命令, 便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她以一同外出散心为由, 领着我来到京郊, 途中哄我喝了她水囊里的水。 然后, 她拿出白玲给我看, 告诉我, 只要我一天还在楚婷兰身边, 陈王妃就一天不会放过我。 她在水里放了致人失忆的药, 过不了一会儿我就会睡去, 醒来后就是一个婴儿般的新人。 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谁, 更不知道楚婷兰是谁的人。 说妙峰从此不在人世了, 也没错。 这种结果, 对于她而言, 确实是实现了两拳, 可我自然无法接受。 当时药效已经起来了, 我应该感到头脑昏沉, 全身乏力, 可我跟她动起手来。 竟打得比以往更凶, 没用几招就打伤了她, 趁机逃走了。 我本想逃回别院, 因为那里有楚婷兰的亲信, 可以保护我。 偏偏, 途中碰上了我的仇家。 我劈了命地摆脱了他们的追杀, 却也在这个过程中 添离了目标的方向。 最终, 我带着一身伤, 昏迷在了住家寨的山坡上。 后面这些事都是楚婷兰回来之后, 一点点调查出来的。 所有迹象都显示我生机渺茫, 可因为没找到失守, 所以楚婷兰始终不愿放弃。 那两年中, 她一面找我, 一面照料小宝长大, 一面努力摆脱成王妃的掌控。 如今, 她已经暗中替换或收服了 成王妃身边九城的人手, 所以成王妃第一次找来住家寨时, 她才能指挥成王妃的副将 强行护送她离开。 按说她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 接我回去了。 她见我对小宝没有恶意, 就故意把她留在我身边, 自己以探望小宝为由, 赖进山寨, 带着失忆药的解药。 她知道若是贸然将实情告诉我, 我一定会抵触。 所以她把药混进饭食里, 打算先让我想起来再说。 楚婷兰讲到这里, 我不解地问道, 可是后来你为什么 又把所有的药都烧掉了? 楚婷兰沉默着。 半赏,苦笑道, 因为我舍不得了。 我证美, 什么意思? 她不答反问, 你是更愿意做住家寨的大小姐, 还是更愿意做暗卫妙峰? 我道, 所以你更希望我做前者, 对不对? 楚婷兰点头, 垂眸望着脚边的一株小草, 妙妙太苦了, 她的心里没有自己, 永远都在替我考虑。 她说着, 声音慢慢带了哭腔, 可恨我没有体察她的苦, 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她的付出。 她说, 她不在乎名分, 我就真的打算 把她像外事那样安顿在别院。 她说, 不愿看我为了她和母亲闹翻, 我就真的打算 缩减与她相守的时间, 换得与母亲的和睦相处。 我的报应来得太快了, 可真正承受伤害的却是她, 我实在可恨。 她深深望着我的眼睛, 目光悲伤, 我把她害得那么惨, 又凭什么替她选择人生呢? 尤其是亲眼看到 作为住家寨大小姐的她 过得有多么潇洒快意之后, 我漠然不语。 楚婷兰深吸了一口气, 在开口时, 音调稍微正常了一点。 祝小姐, 实在抱歉, 还是让你知道了那些糟心事。 不过请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再试图恢复你的记忆。 你就全当听了一个别人的故事就好, 如蒙不弃。 我愿继续留在寨终端茶道水, 聊为补偿。 她转头望向茫茫的夜色, 若是, 若是你不愿再见到我, 我会立刻下山, 绝不纠缠。 叶峰聊起她几缕病发, 透出一点颓唐的状态。 摄政王殿下故意挪开眼睛, 不敢看我的样子, 实在有趣。 我冷声道, 楚婷兰。 她像吓到了似的回头道, 请讲。 你凭什么认为我不想恢复记忆? 她正了正, 好半天才理解了我的意思, 皱眉道, 那些事情只会给你带来痛苦。 我反问道, 你我从相识到相恋, 难道一点快乐的时光都没有过吗? 她忙道, 那自然是有的。 那我就很想知道都有哪些了。 楚婷兰摇头道, 我可以讲给你听, 你实在不必连同痛苦一起记起。 无论快乐还是痛苦, 都是我自己的经历。 我道, 现状再好, 我也不想永远做一个空白着二十多年的人。 说到这里, 我挺直腰杆, 微微抬起下巴, 你不必担心我。 我不知道以前的妙妙如何, 但现在的楚妙峰 绝不是一个软弱到接受不了过去的人。 听我说的坚定, 楚婷兰暗淡了许久的眼睛, 终于稍微亮了亮。 于是我勾起唇角, 一盆冷水冲她兜头泼下。 至于要不要继续和你在一起, 等我想起过去了再说。 小宝三岁生日那天, 我正式嫁与楚婷兰为妻。 回门之日, 楚婷兰陪我一起, 带着小宝回到了住家寨。 我爹早早就备下了一大桌子菜, 还开了一坛珍藏多年的老酒。 我们一进门, 她就招呼我们直接往桌子边上坐。 楚婷兰望了望门外, 问道, 爹, 我母亲呢? 嗯, 承王妃她, 现如今住在住家寨。 我决定恢复记忆的那天, 我爹和她谈了一整宿。 虽然最终也没能让她支持 我和楚婷兰的婚事, 但好歹让她决定自己躲出来, 眼不见心不凡。 我爹笑着白手, 不愿意见妙峰, 提前下山闲逛去了。 楚婷兰摇了摇头, 笑叹一声, 没再说什么。 我则凑到我爹耳边巧声问, 追上了吗? 啊? 哈哈, 饿了? 快, 动筷子。 七, 臭老头, 跟我装傻。 或许是因为对自己的现状 很满意, 我倒并不怎么恨成王妃。 我爹爱她爱到现在都没娶妻, 我是真心希望她们能够成起好事。 当然, 这事也不是我该操心的, 让臭老头自己努力去吧。 九过三巡, 我爹面色驮红, 握住了楚婷兰的手。 女婿。 楚婷兰乖乖点头, 爹。 我爹笑得见牙不见眼, 爹跟你商量个事啊。 楚婷兰微微一笑, 并不搭话, 低下头, 从袖中取出一个长条形的小盒子。 祝老头的眼睛刷得亮了起来,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 确定里面正是他日思夜想的镇寨之宝后, 才心满意足地重新盖好盖子, 收入怀中。 回去的路上, 我问楚婷兰, 那金簪到底是怎么回事? 楚婷兰抿唇笑道, 那是我母亲的旧物, 令尊大人舍不得她出嫁, 想留个她的什么随身之物做念想, 却又开不了口去讨要, 干脆就偷了一件。 我震惊, 啊, 这臭老头怎么这样啊? 楚婷兰笑道, 为这事, 他担惊受怕了二十多年。 当年我打上住家债的时候, 发现了他和我母亲的渊源, 就答应放他一马, 只是要扣下这金簪做抵押。 若是住家债有什么不轨的举动, 我就要拿着这金簪向我母亲告发他。 我忍俊不禁, 住老头真是全天下最好控制的山匪头子了。 楚婷兰点头表示认同, 然后道, 我至今都无比庆幸我当初的这一妙计。 我笑道, 不至于不至于, 我爹其实本来也挺老实的。 楚婷兰却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好奇道, 那是什么意思? 楚婷兰弯起唇角, 将我揽入怀中, 如果我没有扣下这只金簪, 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你。 我稳稳地靠在她的肩头, 无声地笑了。 思绪忽然飘回她赖进山寨的那个夜晚。 她在黑暗之下, 对着身处光亮之中的我, 深情地说, 只要知道你在哪里, 我就不会害怕。 也许曾经的她并没有给我最完美的爱, 但她在爱我这件事上足够勇敢。 我因此被打动, 决定找回记忆, 与她重新开始。 索性, 她没有让我后悔。 马车颠簸, 我在她怀里昏昏欲睡。 忽然, 我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 忙爬起来攀住她的肩膀。 储婷兰。 嗯, 把你那几首短诗给我瞅瞅, 我横眉, 我就不信我看不懂。